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Ansonin6.L 那我今天就来到这个B&M的Home Store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买一下东西 看看东西先 那我们就待会见 哇 这个新的杯面呢 很便宜 1.15英镑 就是大概香港12元左右 这里的东西多数都是采用一些 一匹匹买的东西 方便一些想一次过买很多东西的人 那价钱呢 亦都会便宜一点 这里呢 有些Cereal的那些脆脆米 还有Oreo的味道 哇 这里有Lotus饼买啊 你试试看一下 它的价钱呢 就是1元英镑左右 哇 这只饼干呢 只是39P的 就是大概香港4元左右 这家呢 就什么都有啦 因为它是买一些日常用品 和买食物的一些超市 那上面都有牌子池的 哇 那它这里呢 就有些窗帘布买啦 这一栏呢 这一栏呢 就是买一些玩具啦 那都不是说很贵的 其实呢 这里呢 也有些冻肉买啦 不过呢 就比平时在超市少些啦 就是因为它这里主要是买些 雜货的店铺 的 其实这家店铺的东西都比较便宜啦 买些东西都挺便宜的 就是比起其他超市 那这里呢 又有些薯条啦 我们呢 就这里买了一个 羊肩啦 那这个都挺划算的 好像3元英镑到 就是31-32元港币 那我们就买一个 回去试试先啦 我发觉呢 在英国铺铺很多的超市呢 就是一进门口 或者进门口的地方 都有些盆装买啦 那不然它们 因为少些地方选择去买 所以就会 多数都会放在超市那里 不得我得买啦 那它这里呢 也有不同的款买啦 那这里呢 也都有一些 嗯 雪糕买啦 咦 原来3个朱古力这个牌子 也是雪糕买啦 哇 好像有味噢 好 这里呢 就没得自动付钱啦 就一定要是 人家帮你付钱的 好啦 今集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那就记得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comment 记得按钟仔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就想 试试英国的生果 和香港的呢 就有什么分别呢 嗯 挺甜的 和明镇在香港吃的味道差不多 但是没有那么甜的 好 好 同事 i